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 然後碰撞在一起進行學習 不一定是你的愛人喔 他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毛小孩 甚至是兄弟姊妹跟最好的朋友 今天艾波要來與大家聊聊的主題是 如何遇上我們的靈魂伴侶 現在的很多大家都是非常期待一段美好的愛情 一起一個真正合適你自己的伴侶 進到人生裡面一起共度生活 那麼靈魂伴侶真的是這麼完美嗎? 等一下艾波會用四個指標來帶領大家如何去定義 真正的靈魂伴侶是怎樣的特質 以及最後還要分享四點去催化你的愛情 第一個特質呢 是靈魂伴侶會用自己的方式去鼓勵跟激勵你成長 變成一個靈魂本質上更好的人 每一個進到我們人生之中的他 一定會有一個進入的理由 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是完美的 跟我們的本質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 然後碰撞在一起進行學習 不一定是你的愛人哦 他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毛小孩 甚至是兄弟姐妹跟最好的朋友 那一生中每個人會有的靈魂伴侶 可能有不止一個 也有可能到三四個左右不得 他們出場的順序呢 其實都是依照能夠激發你潛能的這個特質 從激發你第一階段的潛能 會有一位可能先出現 然後等到這個功課做完之後 激發你中度潛能的第二位 他就會緊接進入你的人生 等待你調理好自己 也準備遇到他的時候 特質二呢 就是雖然不一定能夠長久 但靈魂伴侶一定是一個健康的關係 他跟業力伴侶是不太一樣 業力伴侶就是通常我們可能會在一些新聞啊 身邊周遭的故事裡面聽到家暴 精神上的暴力 口頭暴力 去傷害你 去讓你感覺到不舒服 編碎你價值的那一群就叫做業力伴侶 而靈魂伴侶是截然不同的 他通常能夠有別於他人去打碎 去忽略掉你 眼前這個很厚的社會條件 而穿透進去你的去殼裡 看到你最美麗的靈魂 他會用他的方式去支持你 親近你 我們會感覺到說 世界上怎麼會有一個人 比我自己還更相信我自己啊 當我說一些話 分享一些我過往很傷痛的經歷的時候 他居然可以打開他的雙耳 無條件的去聆聽 然後去悅娜 去給予意見 他的支持性是很夠的 而身心很充足 會讓你越來越喜歡自己的那一種人 就會是靈魂伴侶囉 特質3 就是當我們遇到他的時候 就會有一股非常莫名而強烈的熟悉感 你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就覺得在哪裡遇過這個人 覺得他特別親近 或許我們平常是一個都是自我防衛性很強 然後每次遇到人都需要去神聖評估 跟他磁場合不合啊 頻率相不相同 凡是遇到這個靈魂伴侶的時候 這些東西好像就會瞬間消失了 你會覺得有一股非常熟悉 而似曾相識的感覺 出現在你們之間的氛圍 有一句話叫做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特質4呢 是你們通常會很相愛 相出來起來很開心很多火花 但是過程之中卻一定是一帆風順 因為靈魂伴侶之間呢 最大的目的跟他存在的必要就是學習 我們每個人在靈魂的源頭的時候呢 要下來之前就已經制定好了一份靈魂計畫 靈魂藍圖 而我們在上面呢 也跟身邊的好幾世就已經曾經有過的緣費 已經約定好了 所以我們這一世就要下去做功課 然後透過這些人生之中的體會呢 去彼此變成靈魂層次更高的靈魂 通常都有一個很大的課題存在 必須去彼此克服 靈魂伴侶呢 到最後到最後的結果 也不一定會是在一起的 靈魂伴侶呢 老實說是一個階段性的成長 他在完成了一個課題之後呢 就有可能要做結業了 沒有繼續休息的必要 所以你們就會分開 而分開的那一剎那呢 也有可能是學習跟成長的開始 失去了才會懂得 最後呢 我要分享4點 如果催化我們的 幸運愛情 讓那個對的人趕快出現 第一個呢 就是同頻相惜 同樣的頻率會吸引同樣的頻率 喜歡會吸引你喜歡 在單身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會去求求月老啊 我把我的希望的特質 列得超級詳細的 趕快幫我召喚 跟催化那個人出來吧 但是大家有仔細的看過嗎 你自己的人格特質 跟你現在本身所散發出來的狀態 有沒有跟那一張清單上面 完全符合呢 如果我們還沒有成為 跟進入那樣子美好的品質當中呢 那麼去吸引那一位相對等的伴侶的 磁場 跟能量可能就會弱化一點點 所以在等待的過程中 除了耐心之外 我們也投注多一點的精力 去養護好自己 去讓自己成為那樣的美好品質吧 第二個呢 是把愛場打開吧 如果你有一顆很敞開的心 告訴自己說 我從今天開始 願意讓愛流盡 並且流出 流出的意思呢 就代表你必須放手 讓那些不對的人 那些業力伴 你迷戀不堪 但是卻傷痕累累的人 離開吧 讓愛流出之後 你才會有空間 讓那個真正新的對象 進來 進入到你的人生 有一句話叫做 會別錯的人 就是為真愛讓路 那就是這個道理啊 第三呢 就是自然的搜尋 在找愛的過程中呢 通常會分為兩類人 第一個呢 就是自我保護的人 因為過往的一些不好的經驗 所以都會 你即便很渴望 但是整個人呈現出來的感覺 還是卡卡的 第二種人呢 通常就是 太過於躁進了 然後 因為有一個目的性 所以很目標導向 到處約會 然後最後變得很迷茫 變得不知道 自己要什麼 甚至是會把人家嚇跑 自然的搜尋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 你決定了要遇到那個人之後呢 行為就是要去多看看 看多了解 但是心態放在一個 自然不其不代的狀況下最好 我們本身 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 都是一個個體 所以我們的 靈魂本身 只有自己的完美性囉 所以自然的時候 尋不其不代 才會在那個轉角 遇到最美麗的結果 第四個呢 就是珍惜啦 能夠在蠻王人海裡面 眼神對上眼神 找到那個 彼此確認 而有緣的靈魂的話 那是一個 非常值得興奮的事情 我們千萬不要在這個 磨合的過程中 就真的把一些事情磨損掉了 磨合的過程的結果 是為了合 是為了去合作 是為了成就彼此 成為更好的人 甚至是在一起 所以真的遇上 珍珊來辭的那個她 千萬她一頓以外 也要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陪伴在我們身邊 如果喜歡今天內容的話 請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在一起 請換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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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